大家好 我是天阿婆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款素餐的主食 我用这种南瓜叫Butternut 颜色比较好看 其他南瓜也可以去皮去籽 切薄片放在烤盘上 淋一些牛油果油或者橄榄油 抓匀 再调一个酱料 盐 黑胡椒粉 黄芥末 蜂蜜 甜椒粉 所有这些比例很随意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增减 醬料调好以后 抹在南瓜片上尽量每一片都抹到 烤箱预热375华氏度 烤25分钟 中间最好翻面一下 准备这样子 黑的两个大的蘑菇 这种很香或者凤尾菇 切厚片 摆在盘子上放微波炉 高火3分钟 让它湿掉一点水分 好了以后 撒一些盐和黑胡椒粉 还有甜椒粉这个随意 再放一点素粉 稍微抓匀一下 放到煎锅里 煎到两面酥脆 非常非常香这种做法 取出来放在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罐 银嘴豆罐头 给它冲洗干净 放到滚水里 焯一下 过滤出来 放到墨碎机里 我只用半罐 加两颗蒜 银嘴豆里 再放盐和黑胡椒粉 然后就是柠檬汁 橄榄油 蜂蜜 这个也很随意 你可以自己尝一下 什么味道 自己自由添加 如果转不开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些液体进去 铺在盘底 这时候烤箱的南瓜也烤好了 摆上南瓜 再放上刚才煎好的大蘑菇 这个蘑菇非常的香 还有我自己家种的西兰花芽菜 这个芽菜的种法 我把视频放在我们的副频道那边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说明栏下方 这道素食看起来美美的 营养丰富 味道也超级的棒 尤其是我们把三种食材混合的入嘴 哇实在太美味了 大家赶紧试一下吧 好我们下期再见